眼下,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趋势,仍面临许多不确定性,我们不可孤立看待此事,未来,还应该用点对以下事件加以关注。 首先是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,其次是年内世贸组织,预计将制裁美国。 此外,欧盟对中国贸易政策变动的重大事件,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中美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方向,也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两国的房地产和资本市场。 自美国首先宣布对中国部分产品增收额外关税之后,双方进行了多轮高层会谈,并在今年5月就关税问题达成了和解。 但是,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看似平复之时,最近两国贸易摩擦在起波澜,紧张局势人类根本缓解。 目前,我们很难预测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升级可能带来的后果,双方决策者之间就此问题的高层讨论仍在进行,从目前观察形势仍然十分严峻。 戴德良型首席经济学家、全球研究部主管Kevin Falk 认为,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损害。 但同时,这也将对美国经济造成较大损害,最终会损害大多数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。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,一旦发生贸易战,只能导致双输军联,房地产是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,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,通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。 戴德良型被中国学研究部主管魏东表示,并且能够承受高等级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,但如果全面贸易战爆发,这仍将会对商业地产市场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。 数据显示,2008年至2017年间,在美国境外地产投资目的地,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,中国位居第八位,新鸟地产总投资额,共计190亿美元。 美国房地产投资公司,房地产私募股权公司和美资银行,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保持活跃。 此外,中国市场中很多经验丰富的美国投资者,又向中国引入了更多的包括真正基金和养,老基金在内的间接投资者。 尽管贸易保护主义言论抬头,但有迹象表明,中国会会为某些外资产开大门,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门槛将会放宽,尤其是在金融和服务业领域,当前中国贷款环境有明显的收紧趋势。 当本土借贷资金受限时,则预示着来自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将愈发活跃,基于这些对国外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的利好政策。 专家认为,即使在现阶段贸易摩擦升级的情况下,美国房地产开发及投资商也不会被区别对待。 考虑到干预好政策持续发酵的可能性,价值强劲的熔端需求,以及国内借贷政策不断收紧等因素的影响。 毕竟外资在中国的整体参与度将有所增加,美国投资者也将受益于上述利豪带来的机会。 从美国角度来看,长期而言,尽管来自中国的资本恢复到了以往水平可能需要一段时间,美国商业地产市场仍将持续受到全球资本的追逐。 但比市场的高透明度以及美国总体向上的经济发展趋势,都将有利于中国对美国地产的投资。 中美贸易摩擦叠加美联储加息,对中国股市已经产生明显影响。 针对股市避险资金,转移进入楼市是否更为安全? 会否推高房价以及前述因素,会否刺破中国楼市泡沫等问题。 物爱国家市场研究院院长胡鼎辉表示,美联储于6月14日年内第二次加息,全球市场避险情绪高涨,新兴市场资金已然镇压,预估下半年还有两次加息。 尽管央行这次没有选择跟着加息,下半年央行如何应对最不好妄加判断,但是很明显资金会越来越贵,房贷利率也会上映上升,股市退出资金如果流向楼市,并不是明智之举。 当前形势下,政府对失业有明显扶持倾向,这一点从央行对美联储加息的反应就可以看出。 胡锦辉认为,中美贸易摩擦不会退缸房价,至少政府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,越是在国际环境不利的环境下,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,越会放在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我们要吸取日本当年主动刺破楼市抛沫的经验教训,避免房价大起大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